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日治时期保留至今的彰化农业仓库 已经有91年的历史 但17日遭彰化市农会拆除 彰化现文化局立即要求停工 并在20日决议列为暂定古迹 已经拆下来这些像砖瓦 还有日治时期的这些钢筋 就是现场的这些材料 我们都会再做一次清理 那有必要保存的部分必须保存 因为它可能在后续我们如果说 后续认定它是古迹或历史建筑 在修复的时候 它可以用到或是说后续展示都可以用 彰化农业仓库在西元1925年落成启用 整体建筑是阶梯式成底的构造 加上有拱门式的回廊 在当时被称为太子楼 此类型农业仓库是目前国内仅存 但一直以来都未受重视 历经两次审议都未被列为历史建筑 或是限定古迹 彰化市农会解释 会进行拆除完全是因为 员工的安全考量 我们经常天花板凉没来过去射外 那一篇我们本来是在那里很害怕 文化大家都能够很乐意保存 但是如果有公安的问题 站在管理者的时候 修正一定要把这个公安交代 让大家生活在这个安全领域 彰化现文化局表示 彰化农业仓库在今年文资审议后 确实仅列为官场名单 农会拆除的行为并未违法 但现在列为占定古迹 六个月的期限内视同古迹 若持续破坏将会有刑责 未来若文资审议通过 将朝现状保存或盖回原貌 来进行可行性评估 记者 邱紫辈 彭安群 账号报道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式新闻一体中心 PNN公民情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联合自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晚上 在公式新闻PNN的网站会有直播 之后在公库的网站上面 会有完整的节目播出 我们今天很特别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后面 是这个彰化农会 这个彰化农会的一个 彰化的大的粮仓 彰化的米仓 这个米仓其实在1925年 就已经新建了 不过在近百年的历史当中 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它其实按照农会的说法 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去使用它 那在今年4月1号的时候 彰化的文资单位 已经把它列为所谓的列册追踪 那接下来可能会进行 所谓的古迹相关的审议 不过在4月17号的时候 很多关心彰化文资发展的民众 发现这么漂亮的古仓 怎么会被拆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到彰化 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议题 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今天跟他邀请到了几位来宾 第一位是蒋敏全蒋老师 蒋老师是一个长期关心 彰化的文史工作者 他其实也参与了非常多 有关于彰化文化的一些抢救的行动 再来就是我们的邱明县 邱老师也是一位文史工作者 他其实早期是在旅居在其他地方 但是回到彰化之后呢 开始重新再认识彰化 也参与了一些彰化的文资保存的活动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访问了 我们的农会的总監事林玉元 林总監事 我想一开始来请教我们的蒋老师 想要跟我们介绍这棟农会 这棟农仓有什么类的历史的意义 要有什么 这听到的意义后 我们的众化文書的团体 很坚定还是有什么想起来 想起来 了解 这个主持人 这个很重要 这棟的众化市農学村库 就是農学村库 它是台湾的所谓的农业发展史的一环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环 怎么说 这个就是说 我们台湾以前从清朝的米都是在来米 但是一旧25年进城 日本就英勁日本的高配 我们的改良藏 日本1895年之后 日本统治之后 台湾设立很多农业试验手 它就去交配台湾原来的稻种 去发展出台湾的这种红莱米 培养新的这种米种就对了 红莱米就推广很多这种 但是发生一个问题 以前我们以前都是用 高定本在在储存所谓的稻米 但是高定本 如果储存在来米有什么 还是红莱米会产生爆仓 所以因为就是它的 循环不好 就是台湾比较潮湿 有一些气嘛 对对对对 所以它就去发展说 要在台湾盖什么 总督府就去找专家 要跟这个满洲 它们的气候不一样嘛 所以改粮食的这个仓 去设计之后 它才改造仓 在前台湾盖了十一个 这个类似这样的 所谓的骨藏 这就要是来储存 所谓的稻米 所以这对我们台湾的 这个農民的发展 很重要 所以它跟農民是 我们现在说密切 農民最后就是 稻米可以销到日本 销到日本的时候 我们这个稻米 就是要有很好的储存的空间 这样的话销到这里 而且所有的仓库 它都在铁道旁 所有这个仓库都设在 当时台中桌呢 就有三个仓库 一个是台中的农业仓库 彰化的农业仓库 还有严林的农业仓库 那我们这里的储存的 这个稻米的量呢 当时1925年 这个开始 这个完工之后 开始可以销村嘛 可以销村的时候 一年差不多两万多枚啦 两万多枚啦 比台中桌更多 当然外面的农业更多啦 所以它跟中国台湾的 不只是稻米农业的发展形式 跟我们整个嘉南平原的发展 还有台湾和日本的关系 其实都有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很密切的 这个我们现在过去说 農民他种这么多地方 改用之后 他的生产能多了 那有可能还都用固定分 不可能 所以固定分是可能我们自己买 可以 但是他人家装在这里 储存量才会大 嗯嗯嗯 那这个建筑的形式 也很特别 你看这是一个公形 一个橢圆形的 这个防射的建筑 这是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哦 他这个是融合 不是像过去我们所谓的 这个昭和市的 是 他这个融合西方的 欧洲的 欧洲的他们 因为欧洲也没有在储存 所谓的稻谷嘛 所以融合他们的设计方式 是融合所谓的 我们现在说 就是比较 所谓的大正时期的建筑 就是大正时期的建筑模式 但是跟我们的民宅不一样 它是为了稻谷的储存 所设计的功能性 但是它还兼计的美观 嗯 它其实非常非常好看 对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 以前在储存 稻米系立着 嗯 它的设计是把它躺着 哦 变红的 嗯嗯嗯嗯 这样可以增加它的储存量 对储存量 嗯嗯嗯 所以两个 就不必要那么高嘛 嗯嗯嗯 所以以前 储存它就变成一个倒属 嗯嗯嗯嗯 所以变红着 这样的话储存量 再来上面很重要的它的通气口 嗯嗯 通气口就是要让这个稻米能够通风良好 嗯嗯嗯嗯 不会造成所谓的爆炒的现象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是不是带我们来看这个建筑 建筑部的本身 嗯嗯嗯哈哈 께서这 过期 книge 22年的民 大县介ul 这个 农会 就是 打算 我们现在的话 董都书 他没钱 他他没源 保住 乖约大概群习罠 嗯nor 对岸 不ى一阵 嗯 等一 그거 Main 不过一阵就不错 这些如从买的时候 包括买土地 嗯 包括晴 Sit 晴 Questo 主要的建筑 吼 打烤 去的建築只有五萬多的日園而已 最重要的是這個土地買了十幾萬 就代表當時買這一塊八分多底 他花了多少錢 他主要去農業倉庫這個範圍 包括我們現在說的外儲存 辦公室跟所謂的咖啡的這就是二百六十七百 這個辦公室跟咖啡這就五十幾百 所以他這樣擠起來就差不多了 他土地的面積很大 所以他其實是很值得去讓未來的民眾感受 當時那種所謂的農民跟農會 他的遺址之間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一直在講 這一棟是有溫度的 對 就是有歷史溫度的建築 那也可以融合什麼 倒米放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農民血和耕種的溫度 所以這個不是所謂的冰糧的硬體建築 就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建築物 對 它含著一段台灣所謂的農業史很重要很長 就是從1925年 大概大政時期 大概1923年左右 1921、22年左右就開始了 那這個是跟我們台灣的稻米的整個發展 包括稻米的改良 因為這樣的改良之後 我們的以前 在來米生產的面積可能沒有這麼多 但是要改良之後 生產的面積的單位 它的產量又增加 所以比較舒服 可以完全保留起來 我們的孩子可以來這裡去投 可以參觀 可以了解這些律師 可以來這裡寫生 所以變成一個很好 一個文化教育的地方 是啊 我們都在教孩子說 以前過去農業 農民、政理叫你要燃燒 但是我們現在在說的 這個就是要請家 要燃燒我們的業體的建築 因為業體跟軟體 軟體是比較重要 再來很重要 就是大政7年的時候 彰化 本來之前有選兩個信用組合 但是這個彰化政業信用組合 是 這個 這個彰化是農業的前身 它還不去這棟 這棟蓋的是農業的 但是 之前 大政7年的時候 就已經成立彰化政業信用組合 很重要 什麼叫做政業 政業就是進行彰化農業 嗯嗯嗯嗯 振興農業的政業 很重要 當初 初初設這個 這個政業信用組合 它的目標是不重要 叫做什麼 要有培於中華的 日本人設的中華信用組合 嗯嗯嗯嗯 和中華什麼好的人 嗯 這些屬心設的 叫做中華東地信用組合 有培 啊這些人是要做什麼 政業組合 最初 他們這些人都是什麼 所謂的 人道主義者 嗯嗯嗯 他做這個目標就是要為農民 嗯嗯 嗯嗯 他叫減什麼 減的功能 叫做社會 呃 輸進步 嗯嗯嗯嗯 像現在說的社會企業概念 概念 概念 他想要做的是 叫做民民 嗯 叫做這些 六四的團體 嗯 所以其實 他不是好像 純粹的這個農民 還是說地主 去這個 這個糧倉 包括裡面 這個組合 包括知識分子 包括東地屬心 那很多 我跟你說 嗯嗯嗯嗯 雖然有地主 但是很多人是什麼 很多人是因為 日本 來統治之後 他在土地 是嗯嗯嗯 在土地之後 以前是電農 嗯嗯嗯 所以他們造成的 一部分是電農造成的 嗯嗯 跟這個中華 東地信用造學 他們都是地主 嗯嗯嗯 他們這些組合的 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他們才會設一個 叫做社會事業保 嗯嗯嗯嗯嗯 我們現在這麼說的 我們要交和 我們現在說 把這個糕倫 交和糕倫的時候 他們 所謂的這些理工廠 會會改算嘛 改算什麼人 滷河 滷河 滷河就做理事 滷河 滷河的好朋友 像說 以前滷河的 東芳 這個產品 產足酒 對 對 他們這些 都在這裡做理工廠 還有他的異性的朋友 異性的朋友 異農基 跟 我們現在說 這個李重慶 這些異性都進來 所以他帶有所謂的社會人道救助的角色 所以跟什麼 跟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說 戰爭的時候 嗯 戰爭的時候 應該是 一九四三年左右 嗯嗯 四三年的時候 這個 日本為了這個 戰爭的角色 嗯 戰爭的關係 要統合 統合 這個農業 統合 要統合 所有各街庄 蘇林的 信用組合 跟 過去 所有各街庄 各街庄的特產組合 新農創合會 都把組合合起來 合起來 合起來之後 我們有成立一個 中法市農業會 嗯 那時候什麼人在管理 中法市場在管理 嗯嗯嗯嗯 所以工廠之後才會變成 政業組合 在賺到這塊財產 嗯 這很差別 我們可以看到 這間 這個農倉 這個糧倉 其實不僅是農業的紀錄 不僅是我們 台灣和日本 這種所謂的 國際關係 還有包括殖民的關係 還有對抗殖民的關係 還有我們看到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歷史 整個發展 甚至我們看到 很多人道主義者 很多文學家 都在這個組合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糧倉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標記 對 我們介紹一下 比較後面 好 你現在可以看到 這裡 過期 我們的年事業 嗯 年事業 因為 我們已經農業 已經發展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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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倉的量越來越多 裡面有一些戰備量 所以這裡有農糧署 它就有所謂的價倉的比例 在這裡 不夠,就一直蓋 日本時代的政業 信用組合,它的層口也蓋在這裡 但是不是這個 後來的學兵後就是共同管理 就變成他們這個狀化市農會的財產 再來很重要,這次有一個抽球 這些抽球比較多好也有關係 對,因為這裡有落後的指缸 他們發顯說 這個已經在牆 所以大家才來這裡做 所以在這個刮土機 在動的過程當中 強力的用所謂的資孫 下去阻擋 用身體去阻擋他們 不能再拆 所以後來就保留了 雖然是拆了一半 但是這個未來要修復是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在我們剛才這個節目的訪問 我們看到蔣老師非常詳細的來告訴我們 這一個糧倉的重要性跟它的歷史 它不只是一個農業 也是一個文化 也是一個國際關係 也是一個殖民關係 甚至是一個反殖民運動 非常重要的一個標記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來繼續訪問 我們的農會總幹事 以及當時在這個搶救非常重要的 邱老師一起來跟我們做一些討論 歡迎回到蔡奶時光會客室節目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小 我們今天來到彰化非常重要的一個農業的糧倉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農業倉庫 很可惜在前幾天它已經被拆掉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訪問我們的農會總幹事 來問問他說 為什麼當時要來拆掉這一段 這一棟非常重要的一個建築物 總幹事我先來請問一下 就說後面我們看到這棟彰化市農業倉庫 去佔戰一些列策追蹤 為什麼列策追蹤之後沒有多久 怎麼會把這棟總幹事被拆掉 感謝管老師 這是這樣 因為我們臨國九十年 我們文化教有叫來幫我們探索 那個時候也沒有列入古蹟 沒有列入文化建築 再來我們因為在兩年前我們代表會 就是看到我們這個圍路店 會載到的東西 還有超過四五十人都在裡面 都沒有人家裡 所以說代表會的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拆掉再蓋一個村口 因為我們的使用空間一直不夠 所以當時是 在那個九年的代表會通過 要來蓋村口 但是我們這就是工業用的 要來跟管副建設局 建設市議長 研究結果是說 應該加兩位工廠 所以後來我們今年代表會 理會等我們來通過 要來蓋這個觀光工 那個文化 我們的教育中心 跟這個 推廣中心 教育中心 跟這個觀光工廠 所以說就預定 在我們二的那裡 就差不多要來聽說 三個設備 三個設備 就發包出去了 在我們剛才要來擔崗二月開始 立下的時候 我們剛才有很多管副 這個文化局 腳來告訴我們 有人來指報 所以是不停的 我們也非常用心 我們對文化這個 我們也很重心 所以我們一直等 總是沒有去抵抵 也總是在那裡 剛才四月邪 也沒有跟我們 列入文化建築 還是高潔 跟我們列策追蹤 那麼剛才 他也來跟我們協調 這個禮拜 會來跟我們研究 要怎麼走 那麼 他那個經過 沒怎麼過 溝通之後 他說 教育老師 委員剛才沒用 再演一禮拜 那麼剛才 也就是我們剛才做探勘 突出探勘之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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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有那個 所以 所以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緊急處理 一禮拜 就緊急處理 因為我們原地 就發報 既然是微樓 還有公安發生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緊急 請人說 進駐來跳 所以跳到第一天 是還好 第二天 我們這個 文化工作室 知道之後 來動 我們就已經動了 那麼動起來之後 又經過一個 開火 二十開火之後 他現在把我們 進這個 這個 散定古際 現在當然是 由市長的來說 是這最多的受盡 因為 我們 前出租口 已經開差不多二百萬 我現在就 煩惱說 這個東西 真的對我來說 非常非常非常大 所以對你來說這個工廠分裂就發包出去了嗎 早就發包 剛才說剛才不怕人來 你說人來是不是把它修理一下就好 還要整棟要拆掉 但是那時候 第一個想法是說公安的問題是第一 以外在這裡管理者來說 我是覺得我們的民生安全是最重要的 因為過去我們也有部分在裡面 在辦公常常常天發辦鄉 我們其實一直是生活在恐懼之中 所以說很多代表這些人建議說應該要處理 但是在這段時間 因為都沒有把我們列入什麼 除散是我們所有的農友 我們也有這個為了除散的管理 所以我們是故意本來就是故意在那裡 但是現在已經是佔領古蹟了 就現在就是當然我們也希望文化局 跟我們這些文化工作者 等一下來佩南政府 趕快幫他修正 也就是要幫他補給他 大家如果要好好說 要怎麼雙贏 要做一個配套的措施 不要說放著再做一個威勞 我實在說在這裡 我也不敢保證說安全 所以說我可以文化局在說 這個獲勢的維護安全 我說安全這兩家 公安我不敢幫你保證 我會把他努 努這個黃富線 可以做這樣而已 所以對你來說是 可路就是安全 是是是 現在已經去 拆掉他 現在文化局說 變成是暫定古蹟 他在我們整幾天 變成暫定古蹟 現在你用什麼樣的打算 又配合文化局的這個區域 還是說你自己有自己的循環 當然我們的想法是 因為我們空間 剛才我有前提說 我們的空間不夠 所以我是一直要做一個 這個教育中心 所以說我們要做 推廣教育中心 兼這個 觀光的結合 因為我們中華有很好的 八卦三口 有這個 歷人來得獎的這個 這個龐原蜜 還有我們的 荔枝甘 荔枝甘 我們都是非常出名 所以說 尤其我們的荔枝甘是 福寶村去比賽 其實是用我們 中華之龍的 這個 隔離班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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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藝的 這個 荔枝去比賽 這樣就 反過我們 所以 可以彼此一個觀光 還有我們的文化展示 我們的農業展示 一個地方 對 那如果我們說 這個 彼此暫定古蹟 可以剛才說的雙贏 這三贏 彼此我們的民眾 還有我們的政府 還有我們的文化 都可以保留 很感謝 我們總幹事來 接受我們的訪問 感謝 謝謝 謝謝 好 剛剛總幹事有特別告訴我們說 其實是考慮到整個的安全 而且其實工程也就早就已經發包了 所以特別是在前幾天又有一些東西掉下來 所以基於公共安全的考量 他們不得不去做這樣一個決定 那我想我們必須要回到一個 在當天4月17號的這個現場 當時我們看到被拆除 事實上在我旁邊的邱老師 其實也是當天特別趕過來搶救這個所謂的建築 如果你們沒有趕過來 是不是連後面這一塊也都會不見 當然當然 這是一定的 那為什麼這個明明當時都已經變成是一種所謂的列車追蹤 就是我們在所謂的文資審議的程序當中 可能是這個最基礎最前面的 那被列車追蹤為什麼還會被拆掉呢 基本上我覺得在列車追蹤這件事情上面的認知其實就有一些落差 像農會他們就覺得說列車追蹤就是沒有什麼行者沒有罰則沒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他們才會去拆除 可是它其實就像最近一直在發生的一些拆除事件一樣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警訊 就是好像被列車追蹤之後就很容易被拆除 可是這個是一個文資訪上面非常大的缺陷 你好像在暗示大家說那個是可以被拆除 對或者是說那個是準備要被提報的 你要趕快來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其實農會倉庫在原本在民國90年其實就有做過調查 它其實一直被彰化列為重要的歷史建築 那重要歷史建築為什麼隔了這麼久都還沒有變成進入到古蹟的審議程序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在我們的觀察就是說 其實在彰化的文化資產的發展當中 其實文化群一直代言的是被動的角色 就是有提報在說 但是他們其實還是會主動調查 可是主動調查完他們不會主動去做提報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是說 農會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檔位 他是一個資人單位呢 還是一個工法人單位呢 還是一個公家單位 那其實有一些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邏輯上面來講 就是說可能他被調查成為重要的歷史建築 可是他被認定成私人財產 所以他們就沒有主動去提報 不是由這裡的人直接去提報 但是其實後來我們也去提報 我們的夥伴他們也是趕快去做提報 所以你們是因為非所有權人這個角度去做提報 那當天你怎麼會發現這個房子是被拆掉的 其實是我們有夥伴發現 就是說我們目前在台鐵宿舍村那邊有一群志工 其實每一周都會進行打掃跟整理的工作 那剛好那一天呢 他就經過這個地方 他準備要去做打掃工作 經過這個地方就看到說 他被拆除了 然後緊急的告訴大家 這時候大家才趕快匯合過來 匯合過來這裡之後 先跟他們溝通說請他們停工 但他們不願意接受 因為他們認定 第一個 這裡沒有建造 所以就不用拆照 所以你拆除應該要拆除 他們認為沒有建造 所以不用拆照 第二個是他並沒有被列為古蹟 他只有被列為 就作為列車追蹤 列車追蹤 所以但是 在我們的認證上 可能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其實 他的文資身份未定 但是只要被列車追蹤 他其實應該就有文資身份 所以呢當時就 我們就趕快 想盡辦法去跟他們討論 結果後來真的是 我們在討論過程中 他還是繼續拆 所以我們就只好有一些夥伴 就直接上去 跳到怪手上面 對就是怪手前面去 怪手前面 讓他們不要再拆 其實我們剛剛也訪問了總幹事 總幹事其實出了一個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有道理的地方 就是這房子危險了 很多的古蹟 或者很多的歷史建築 其實都面臨到重環問題 那如果危險了 那作為這個房子的 房設的所有權能 或是管理者好了 那他去處理這個房子 我是為了一個公共安全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法律上面也沒有說不能拆 那我把它拆掉 也沒有任何違法的問題 我為什麼不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基本上我覺得圍樓這件事情 絕大部分我覺得 因為他能研究失修的狀況 絕大部分的文化資產 他都有可能會變成危險 其實不只是民宅 一般公部門都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說在文化資產法當中 當你認定他有這個價值的時候 其實就要協助所有全人 去做整理維修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在農會的想法上 他並沒有把它當作一個可以利用的資產 而是只是一間房子 所以他覺得說我只要放在那邊就好 放他不能用為止 而不是說他有沒有可能先去做加固 然後再去做再利用 就是說我們回到一個最原始的方式 他其實沒有 但是對農會而言 他本來就不是想要把它做為估計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的規劃 那他們有這樣一個權利 他們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除了在所謂的一個文化的價值 或是被認為在道德上面 應該要去做這種保護 可是在法律上面它是沒有問題的 沒錯 就是說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從現階段所有的文化資產法當中 其實它當然是沒有問題 它可以做任何方式的處置 因為它就是在某方面來 它就是私人的財產 對 可是呢 因為當它被論述成一個文化議題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它的公共性質的關係 我們再回到最原始 其實他們農會本身 它的背後其實是有農糧局的支持 對 有中央的經費 包括連維護建築都有中央的經費 所以說他們其實本身就有超過六成以上的經費來自中央 它是一種國家 相對某種國家資產的概念 對 只是因為它的嚴格過程 是由私人開始 所以它是由這些人開始組合 開始變成這樣 可是 其實它最後還是有受到中央的補助 所以原則上 嚴格上來講 它還是算是公共財 嗯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說 你剛剛談到說 在十幾年前 彰化線 就把它當作是一個歷史建築物 可是在現在十幾年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市政府也好 我們現在政府也好 有做什麼樣的一種所謂的觀念的推廣 或是一種所謂的宣導 因為這個其實有時候 我們不知道它的價值 就覺得沒有什麼用 可是如果當我們知道它的價值的時候 也許我們會重新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 對 沒有錯 這個東西就是我覺得 目前來講 文化局或者彰化社工所 其實都有失職的部分 因為 我認為彰化目前來講 並沒有所謂的文化政策 或者是正確的都市規劃觀念 他們大部分都市規劃觀念 就是以土地的利用來做思考 就這裡可以做什麼用 而不是說它 地上物跟我們這個城市發展 到底有什麼關係 所以 它沒有被 教育或者是有機會 可以跟民眾談判一些的接觸 沒有讓大家理解說 其實我們的整個彰化 有這麼多重要的東西 它應該用什麼方式來考究 也就是說 市農會 市工所 它可以很早就跟市農會開始產生結束 它開始有機會去跟大家討論這些事情 開始有機會去輔導他們 把這件事情變成一個公共性更好的結果 也就是說 假設它 原本它被閒置很久 假設它早一點開始有這個觀念去思考的話 它早就已經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它早就已經可能變成 給農會帶來很大的幫助 因為農會最重要是幫助農民 那你閒置本來就沒有幫助農民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怎麼讓它利用到可以幫助農民 這才是整個越思考 所以說 市工所它本身就要有這樣的精神 或者去協助說 我們來怎麼幫助你 農會我們可以怎麼幫助你 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亮點 然後讓很多人來這邊消費 它就可以直接幫助農民 所以其實我們在保存文化資產的前提 是告訴他們正確的使用房子到底是首 並不是說 我們要把它留下來變成一個懸置空間 而是說 它到底可以給彰化什麼東西 它可以給農民什麼東西 它的文化價值它可以被展現 它給文化的利益它可以被展現 你當時到這個現場 看到這個房子變成這樣之後 你的心情是什麼 心情是什麼 就還蠻難過 因為其實見證過蠻多次 對 我們認定它其實還是有被挽回機會 而且坦白講它的潛力實在是太大 在這周邊剛好有台鐵宿舍 有扇行車庫 它其實有非常完整 我們這次來舉個例子就是說 彰化市工作 你要一直要找所謂的彰化流量點 這已經非常明顯 你卻不去好好的思考 這個事情 對 而是想說你要不要去蓋個什麼東西 或者是做土地邊根 那都沒有意義 這明明這麼好的東西 你只要稍微做一點就是努力 它就可以變得非常非常特殊 變成一個全台灣唯一的存在 那大家要來做鐵道旅行的時候 就會來這個地方 包含農業的歷史 都可以完整的管道 為什麼不去往這方去思考 所以當下看到的時候真的非常難過 所以我們會盡力當時的想法 就是我們盡力 盡一件的努力 跟農會溝通 讓他們理解說保存的意義是什麼 不是為了讓它變成為榮 對 因為過去是這樣的心態 有沒有可能讓它往更好的方向去 讓農會在彰化市的存在 變得更有利 現在已經被列為是暫定古蹟 我們知道暫定古蹟 事實上也是有六個月的時間 這六個月的時間 如果沒有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 恐怕也可能是延長 或者是就整個就拆掉 也沒什麼在那 對對對 就是最常會是到一年的時間 對 那現在你們這些文史團體 或是搶救聯盟 現在目前有什麼樣的一種計畫跟打算 其實我們目前就是說 第一個部分我們當然要去跟文化局 做一些施壓動作 就是說你們其實要更快一點 你們要更積極地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呢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協助農會去做資料整理 去把更完整的資料做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它背後到底有什麼意義 再來第三個部分是行動的部分 我們希望讓更多民眾去了解這件事情 去透過這個農業百年倉庫去理解說 彰化這些文化資產它存在意義到底是什麼 它為什麼應該被留下來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最後就是一個實際的行動 是我們想要透過旅行的方式 我們帶大家重新認識這個地方 重新去理解這裡的地址 重新把大家帶進市農會去做消費 讓它透過理解 跟消費產生一個完整的連結關係 這樣子就可以讓農會理解說 留下來它其實是有絕對大的意義 所以你們對農會有什麼樣的期待嗎 我們希望它能夠先 就是當然不要猜這第一步 第二步是說 趕緊跟我們一起把資料做好 然後呢我們跟它產生一個更正向的連結 密切的合作 讓文化資產這件事情可以很快的上軌道 然後讓它做出一個示範 讓整個彰化市人知道說它其實可以做得非常好 而且非常快速 不是大家所想的說你一定要拖個五年十年 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積極 包含所有權能的積極 包含民眾的積極 包含文化的積極 它就可以很快的完成一個積極 空殼子不是只有一個房子 不是只有一個建體 它事實上還包括它是整體的 這種所謂的社會發展 農業發展 甚至在一個國際發展 整個歷史脈絡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事實上我們剛剛也聽到農會的總幹事說 他希望能夠創造三贏的這樣一個機會 雙贏的這個機會 我想這應該還是還有一個這個機會 也需要更多人共同來投入 在這個文化資產的搶救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會更期待的是不是搶救 而是應該要更好的這種態度 我們的執政當局 我們的相關的所有權人 或者是我們的這些文資團體 文史團體都可以有比較好的一種溝通 而且能夠好好的把這樣的一個房子 把這樣的歷史建築留下來 讓台灣變成是一個有靈魂的城市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主要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我們下禮拜的觀眾再會 掰掰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